兄弟借我的车酒驾出了车货 事后竟瞒着我 把我两百万的新车八百块当废铁给卖了 你说什么 两百万的新车 被你同学八百块当废铁给卖了 是的 叔叔同志 好的小伙子 你先做个笔录 把详细情况和我说一下 而病房内皮蛋的母亲史真香 正在一旁喋喋不休 儿子 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叫朋友要听清楚对方的位人 听听你那个大学同学大传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以后几足别跟嘴咚问粗鲁 妈 我知道了 以前是我错看他了 从今以后 我跟他安断一学 再也不是朋友了 但是你能不能别一直老说 这不是给我添堵吗 皮蛋听着这些话 也是变得不耐烦起来 话音刚落几个叔叔同志 走进了病房 你就是皮蛋吧 今天我们接到大壮先生的报案 您涉嫌恶意侵占他人财产 涉案金额巨大 以及涉嫌酒驾 请跟我们回去调查 听到这话皮蛋母子 直接猛逼了 反应过来的皮蛋 还想通过受伤的事情来狡辩 我现在受伤了 不能 叔叔同志没有搭理他 直接将他带上轮椅 给搓走了 使真相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急忙跟了出去 警局内使真相 一脸震惊的看着叔叔 你们说 那辆车不是普通的大总车 而是大总回程 价值两倍多万 他本以为 这辆车撑死十多万 来之前还特意去银行 取了十多万现金 以为大不了赔点钱 就没事了 结果这车三百多万 把房子卖了都不够赔的 使真相直接愣在了 原地不知所措 而一旁的皮蛋 似乎也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不断求救 妈 你一定要救我 我不想坐牢 打算这个杀切到的 他不是在害我们吗 这么贵的 他肯定是不意接给我们的 就是为了害我儿子 随即使真相 更是撒坡打滚起来 叔叔同志 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把那个恶毒的小子 抓起来 而叔叔看着这一幕 也都是一阵无语 本来他还对皮蛋 一家有些同情 现在他只觉得这种人 简直是活该 也在这时 走进来了两个人 前面这位中年男子 正是皮蛋父亲皮球 另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 则是皮球找来的律师刘斌 老皮妮可得为我们儿子做主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片刻后 他总算是从自己这老婆的口中 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张律师 我们该怎么办呢 皮球虽然是老江湖了 但此时也有些慌了 张强则皱了皱眉头说道 申请跟报案员进行调解法 只要能够和解 皮蛋就不用去采缝刃机了 听到这话皮球心中 稍稍安定了些许 好 我们进行调解 而一旁的史真香 也是眼睛一亮 扯着嗓子说道 对 我们要解那小子 我要问问他 等我怎么认识 要将我们家皮带送进节语 张律师听完后 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听对方的话 似乎他还并没有搞清楚状况 要知道 现在是要跟报案人调解 求人家放自己一马 可是听史真香的语气 这是要兴师问罪的意思 很快叔叔打来了电话 希望我能够过去商议一下和解的事宜 虽然这事我很生气 但是皮蛋毕竟是我大学同学 我决定先过去听听对方怎么说 几分钟后 我便来到了警局 张律师见到我率先开口 自我介绍 大壮先生你好 我是当事人皮蛋的律师 我姓张 张律师话还没说完 你堂的是真香 却是直接发作了 你看着这么不懂事的老东西 我根本不想搭理他 鼠鼠同志 在调解过程中 我是不是随时可以离开 可以 你作为当事人 有这种权利 只要你觉得没有再继续调解下去的必要 就可以随时终止 那我觉得现在就没有调解的必要了 张律师也被这是真香的话给震惊到了 他没有想到这泼妇会这么蠢 你给老子闭嘴 皮球赶忙制止了自己那撒泼打滚的老婆 小壮啊 这次确实是我们做错了 我知道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赔偿的事情 我们现在坐下来 谈一谈赔偿的事吧 听到皮球的态度还算不错 我也便打算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怎么个赔偿法 你先说说看 皮球听到我的话皱了皱眉头 他似乎对我这种不礼貌的话语 感觉很是不爽 毕竟我以前见到他都是叫他叔叔的 小壮啊 事情我也已经了解了个答案 你那辆大众灰腾落地驾驶 两百多万 但是有句话你听说过没有 车子一落地就贬值 你那车虽然没买几天 但是也算是二手车了 皮球侃侃而谈 他感觉掌握了主动权 所以说你这车的赔偿问题 我们不能按照原价两百多万进行赔偿 最多也就只能赔偿个五六十万 当然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商量 一旁的史真香也附和道 对对对 这车子你买酒别自 车子买了后 好像有什么贴酒费 而且越贵的车子 这酒费就会越多 你那车子两百多万的 但是我们不可能按照两百多万陪你 而听着自己老婆的话语 皮蛋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自己这蠢老婆总算是聪明了一会儿 我听着他们说的话差点被气笑了 自己这车 可是刚买没几天呢 这就给自己砍了一半多 皮 皮球是吧 你说皮球对我直呼他的名字 很是不满 你脑袋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如果脑袋有什么大病的话 就去医院看病 我这车刚买了几天 你给我砍了一半多的价格 而且你别忘了 你是来跟我和解的 换句话说 是来求我的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 来求我的吗 此时皮球的脸色比吃了香 是来求我的